今年1月台积电风光赴美设厂AMD执行长苏兹峰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一前一后上台致辞 这两位在美国科技圈响叮当的人物其实是亲戚 苏兹峰的外公罗伯木跟黄仁勋的妈妈罗采秀是兄妹 两人差18岁 所以今年53岁的苏兹峰是今年60岁黄仁勋的表外生女 辉达和AMD都是做GPU图形处理器 但挥达动竹先机 让自家产品成为AI时代必备的利器 外界也关注AMD是否会激起直追挑战挥达AI晶片霸主的地位 黄仁勋这次返台行程满党 预计周六要离开台湾的他 还预告会跟鸿海董事长刘洋伟见面 两家公司在内湖都有办公大楼还是邻居 据了解两位大老板关系不错 黄仁勋几乎每次返台都跟刘洋伟见面 鸿海除了旗下的红柏代工生产AI晶片H100 双方在自动驾驶也有合作 尽管是不公开会面 外界预期 归达和鸿海在未来会更深化合作关系 提前宣众报道 大家真的非常羡慕 虽然说是传产 他们的薪水很高 这间公司员工说工作三年薪水加奖金 他总共领了快要一千万 到底是哪间呢 再跟允昕 好劳动部公布的职类别薪资调查 在排除主管之后 前五名很多人很意外 原来都没有科技业 像是第四名是船舶监管人员 确实这几年航运的航情很不错 就有船产的员工在社群分享 他说从2020年中开始算 到现在满三年了 除了薪水拿了36个月之外 限煞不少人的就是奖金了 他的奖金拿了135个月 通通加起来171个月 他说他进账的薪资高达近千万元 他是没有透露他在哪个公司 不过他有说他就不贴薪资单了 因为曾经有同事被寄过 另外他说我爱绿绿 透过这两个细节就有不少网友猜 他应该就是长荣海运的员工了 而为什么他特别说从年中开始算呢 因为年中是发奖金的时候 像今年就在5月31号的时候 货柜双雄都公布了这个分红 包括长荣海运平均是12个月 阳明海运更是平均高达30个月 还有来关心 大家可以申请这个中产以下 自用住宅贷款的补助方案吗 如果丈夫特别提醒小新你可能会遇到诈骗 继续交给云琪 好内政部的中产以下 自用住宅贷款户支持专案呢 其实在6月1号早上9点 就已经可以受理线上申请了 6个小时就有6万人申请 目前来看第一批符合资格的贷款户呢 这个钱7月上旬的时候 就可以收到金额是3万元定额的支持金 不过内政部也提醒了 他说这些钱 其实是会透过原本贷款的金融机构 存进去你当时跟他约定 要来缴贷款的账户里头 因此事实上目前有不少的诈骗 都会伪装成是政府机关 内政部就提醒了 包括简讯、email还有电话 他们都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通知 特别是电话 很多时候你接到电话 他跟你要个资 小心这可能会是诈骗 另外也提醒 如果有来路不明的申请连结 也不要点下去 因为这可能也是诈骗 到时候申请补助不成 反而碰上了陷阱 还要来关心的是车市允熙 5月份说是车市的业绩 创下18个月的新高 哪一种车卖的最好 5月报税记 大家一般认为 这个时候消费者的荷包是比较紧的 不过今年5月有点不一样 车市持续的畅旺 来看5月份的挂牌数 总共是42,478台 这样的数字 月增是11.1% 年增更到达37.4% 而且是18年来5月的新高 今年1-5月总计来看 是有192,477台 这样的数字也是年增13% 是大幅度优于去年的 其实国内的汽车龙头 何泰他就说了 展望6月认为应该还是会蛮不错的 包括有两点 像是品牌扩大促销 还有进口车的供应好转 预估6月份 总市场可能会卖出 42,000台车 这样的数字 年增也是29%的 另外还要讲到的是 其实进口车跟国产车的差距 是慢慢在接近了 就来看高级车 包括像是Lessers,Benz,B&W 他们在5月份 登陆了11,095台 其实年增率也是蛮高的 49.8% 也是刷新记录的 而前5个月 登陆年增也是增加了25.5% 主要来看 其实大厂们已经开始 慢慢的回复销售水准了 依然是经典黑色皮衣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一号担任Supermicro总裁 梁健厚的演讲嘉宾 台上展现科技专业 台下亲戚帮粉丝签名 过去几天 媒体访问也几乎来者不拒 但聊到这话题 似乎有点敏感 另一方面市场也传出 虽然回答目前的 晶圆代工伙伴是台积电和三星 其中又以台积电为大宗 但外传接下来可能委外intel 对此黄仁勋强调 下一代晶片 还是会交给台积电代工 这次来台 也已经跟台积电创办人 张忠摩参序 闲见对台积电的重视 野偷漏即将要拜访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洋伟 不过要在哪边见面还是保密到家 而现在不止黄仁勋本人受关注 家庭生活也浮上台面 儿子黄胜斌七年前就曾经来台湾开酒吧 之后回美国后再回答上班 女儿黄敏山之前则是在饭店业工作 如今在回答担任行销经理 在网络上引发讨论 网友最后开玩笑说 投胎很重要 不过也有网友力挺 认为没有因为父爸爸躺平 愿意出来工作很厉害 黄仁勋来台掀起AI旋风 跟他有关的话题都是焦点 TVBS新闻